金鐘某個五星咖酒店 在金鐘某個五星咖酒店做了16年 我們也算是一個很幸運的群 有機會公司派到土耳其 一個廚藝的交流 六年前有機會看到這裡的店鋪 招租出來嘗試學習一下 海南雞是在新加坡最正宗的 所做的方法和跟的材料都不錯 質素各方面都能保持到水準 讓客人信心 鬼爪其實是一個脆炸的軟殼蟹 就是軟殼蟹天婦羅 還有一個辣湯的拉麵 希望自己創出一些新的菜式 讓客人另外多些嘗試 多些選擇 當時做酒店做了出來 就是為了公司而做 現在開餐廳做了出來 就更加滿足 因為是為自己而做的 滿足感會更加強烈 本身以前在酒店 不是在餐廳外接觸這麼多客人 因為在屋邨 客人有時很親切 聊天各方面 見面機會多些 你會管理那方面 像消防、衛生等各方面 他都不需要我們去懷疑 他跟我搞定 我都比較容易 做了這六年 和他本身的溝通方面 談談到將來我的方向 都是很清晰 這樣做起來 就會得心用手 我會想吃到 你會想看 我會想看 你會想看